当今社会为什么的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,或许,真的是,抑郁症是当今社会的高发病,但为何高发?首先,令人想到是社会,个体因素。 虽然,抑郁症的病因有很多,非同一般的抑郁情绪,或抑郁倾向,它被临床医学列为情感精神性障碍,并有严格的医学诊断标准,病因包括了生物性、个性、社会心理等因素。 但,若要论当今的抑郁症的人为何越来越多?我们撇不开的,社会环境因素是首当其冲,因为,人的个性心理,三观取向,是与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紧密相关的。 某种程度上说,社会环境决定了个性心理,或说人这一同体,先要社会化,才能个性化。 如果,抑郁症的人,有其高度敏感、脆弱、患了患失等个性特征,那么形成这些个性特质的,则它生长的家庭和社会环境。 所以,但今社会为何的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?人由人的环境,压抑人性的东西越来越多,论抑郁症的社会原因,也等于在抑郁症的个性心理原因。 一,控制性的家庭环境,抑郁症的成人身上,有非常显著的对人对己的严苛,比如爱挑剔,动辄不开心,包括抑郁倾向严重的青少年,也存在对人对己的苛责。 比如,哪怕偶有一次考试成绩少了几分,都要难受几天,你从他们的过去经历,原生家庭发现,几乎有相似的关系环境。 严苛或拟爱的养育模式,严苛的父母,一贯的对孩子以高标准,高期望,高起点,培养。 孩子从小被训练出了近乎受虐的完美倾向,而拟爱的养育,则是家庭的父母,得待父母,七大姑八大姨,已经盆了爱献给小孩。 被逆爱长大的孩子,逐渐发现自己除了或许成绩好以外,没有啥值得自己开心,骄傲的,他们很容易陷入懒洒,迷茫,对什么都无所谓的状态。 二,控制性或叫失控性的社会环境,人的恐惧感,压抑感,生无可恋的抑郁状态,跟他所处的社会环境,社会秩序的不安是承证相关。 大家知道,生活在原生太地域的人,他们生性单纯平静,没有强迫症,抑郁症,糟狂症什么的。 据相关调查,去年2017年我国抑郁症的发病率为3%,5%,活内有超过9000万人口罹患抑郁症。 对发病的统计显示,女性多于男性,职业人多于非职业人,而高发人群的IT,艺人,重点中学的学生,公安人员,教师,会计等职业人士,透过这些数据也看出,社会秩序里的严苛,高竞争,高压力,高风险等,是智人精神抑制的元素。 法国社会学家,埃米尔·迪尔凯姆在她的巨著自杀论中,谈到了影响自杀率的社会原因,指出,社会无秩序,是规范,经济危机等时期。 自杀率会急剧上升,而社会道德规范的挑战,可以遏制人的欲望,打消不借实际的幻想,并提供生活目标和人生意义。 但,社会急剧变化时,原有规范的约束骤然松弛,使必导致欲望的膨胀,受挫感乃至生活运异的丧失,导致一些人走向自杀,以求解脱。 迪尔凯姆的研究,有一点仍符合解释当今的社会,人之所以患抑郁症的动因之一,社会的剧变,欲望得不到满足,经常遭受失望,而丧失了目的和意义。 说到底,现代人的精神性疾病的高法律,暗喻着社会精神文明的混沌和缩弱。 当今社会,与人的精神生命修期相关的,自然不是牛奶面包,而是尊重与自由,但回看我们的现实,如果,养身体的牛奶都不被信任国内城市,大多养婴儿的父母,谁不是买金扣奶粉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